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海科馆今天举办新书发表会 长达近两年的时间 筹备处团队邀请专家学者 进行一系列的在地文化改造计划 点滴都记录在新书里面 长达一年十个月的时间 走访八斗子各地 在不同季节 记录下美丽的时刻 擅长环境色彩的张慧兰教授 带领着地方居民 一起参与社区环境美学的改造计划 点点滴滴 全都收入在八斗子流动的岛屿色彩 这一本书内 现阶段的工作是找到 匹池之间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元素 那海科里的它的一些调性 跟地区的一些元素 那在这个书里我先谈到了一些 有介绍了一些规范 就是一些准则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时候 环境色彩的时候 周遭不管是建筑物的美化 拉皮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 它整区的一个CIS 它可以先有公共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那如何来找到逐渐 彼此可以靠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书上面 我的确是有花一些心力 在跟社区居民 那甚至也有做一些建议案 还有一些小小的反应 我们也经过这样一个跟东海大学张慧兰张教授的合作 对于八朵子相关艺术文化的推展 所以我们有一个艺术发电厂这样一个计划 让八朵子相关的里民能够发现八朵子相关的山色 甚至船或者说这个植物的色彩把它展现出来 海客馆也特别邀请地方居民一起参与新书发表会 八朵子于春文物馆筹备处也出了这一本东北风刊物 在新书发表会上创刊号亮相 记录了当地八朵子居民的点滴故事 让人看见地方人文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